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点爱人听这款TFC出品的Red Knight 赤骑士 作为TFC组合金刚陆上王的第二位成员 这款赤骑士 外包方面做的相当复古 和第一款蛮牛保持了风格上的统一 配件方面也是相当丰富了 但是涉及到组合用的零件 看起来要随最后一款成员推出了 载具形态下的赤骑士 是一款特别拉风的红色小跑车 这圆形应该是法拉利吧 摇晃起来一体型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尺寸对比呢 也就是请出官方地级别的玩具 这小飞机是个人的大爱啊 话说前部的压抑出现了白痕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说回咱们的赤骑士 亮光的漆面做的还是挺漂亮 中间有白色的条纹了 两个大灯可以做一个零件的替换 有上部打开的一个效果 雨刷也是后期安装上去的透明的车窗 其实这车窗我觉得可以做的更暗一些 避免看到内部的构造 那么整个的车型 车头是做的非常漂亮的 两侧的后视镜呢 也是需要玩家自个儿捐装 侧面来看 这线条包括漆面的处理 都是非常不错的 滚动性四轮周地 是非常流畅 当然这个底盘呢 仔细来看和之前的蛮牛类似啊 都有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结构 所以还是略显雷坠吧 车身后部高耸的定峰尾翼 也是凸显了超跑的一个身份 后车窗这纹路的处理很棒 另外呢 车尾灯这块 有中间的两枚 也是需要玩家自个儿进行安装的 其中一枚呢 在我这款玩具上显得比较松 底盘这三明治啊 要使劲地把它压在中间 背后有一个孔洞 也是组合形态下应该和脚板结合的一个位点了 所以车体啊 从上部包括 从底盘来观察 整个的饱满度一体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三明治的结构还是略显雷坠 变形方面这款赤漆是和上一款 蛮牛是非常近似的 两者的基本骨架 几乎是完全一样 所以变形方面就谈不上有任何的惊喜了 而且大量面板这种三明治的结构 让人玩起来觉得有些繁复 那么在把车头和顶横分离开来之后呢 旋转到底盘 把这个各种面板打开来 藏在最下面的红色面板呢 翻转出来之后 定峰尾翼啊 这黑色部件就可以提起来了 再把人形的腿部啊 做一个分离 注意这个分离啊 主要是车窗这一块 和它的车门板啊 有一个分离的动作 分离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他的腿部整个向后翻转 也是G1里面 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经典变形动作了 之后是把藏在车底盘的红色面板呢 向下翻转 是形成人形小腿的一个装甲 再把定峰尾翼呢 还原到刚才应有的位置 和曼妞类似的脚板 包括小腿部件的调整 还是有些技巧 特别要注意各个部件之间的位置关系和方向 首先是把前脚掌拉出来 这个非常简单了 之后车门板 这个红色面板啊 首先要把它提起来之后呢 利用根部这个黑色的连接杆旋转180度 之后再把它的后脚跟 也就是黑色部件啊 旋转出来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个脚踝连接的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把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力度 之后呢 这个黑色连接杆方向性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一个根部的旋转可以看到 根部和红色面板连接那块的开口呢 和上部中间这个黑色的关节开口是正好朝两个方向的 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变形到位的一个象征了 再把红色的车门板带有白色印刺的这一面啊 翻转过来 这时候呢 再把它前脚掌里面的一个脚趾啊 翻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必要 但是根据说明书的指示 还是要把它翻转出来 小腿后部的面板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齿形的结合位点 做一个90度的调整之后呢 就正好扣上去了 这个时候再把车轮向内收 差不多有45度这样一个翻转的幅度吧 各个锁扣调整过来 紧实的扣上去 就是变形到位了 好了 一条没腿就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另外一侧 镜像的变形 人形上部的变化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首先是把车头做一个分离 再把连有保险杠车灯这块呢 向两侧掰 可以看到车轮向内收保险杠 做一个90度的调整 这个时候啊 红色和蓝色之间的黑色连接杆 就非常有技巧的一个调整了 要注意方向性 那么最终做到的效果呢 就是车头 让车轮这块正好收纳在背甲的位置 之后再把它的车顶旁 利用根部的双动关节向上推 做一个背包的收纳 那么变形过程当中呢 黑色连接杆自身的旋转是一个关键点了 再专注于手臂的变化 大小臂拉伸出来 手腕向外翻这块 有时候太紧了 和旁边的面板有一个碰撞 借助于工具 就能比较容易的把手掌整个翻转出来了 两边一样 镜像变化之后呢 拉进来看一下智者战士的小器官 首先是小朋友背对观众站在胸口里面 再推这个蓝色的面板 哎 头雕就出现了 人形状态下的赤骑士 是一个风格非常复古的机器人 首先来讲呢 一体型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头雕咱们就是拉进来看一下 银色的面容 红色的眼罩 蓝色头盔 当然我这个是已经做了可动头雕的替换 利用根部的球形关节的连接 做一个插拔 非常简单 胸口呢 两侧的透明件 使用的也是恰到好处了 腰身有银色的涂装 似乎有个收腰效果 但是被背包这一块抵消掉了 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手臂正面银色涂装 两侧的装甲上呢 也是车体上条纹的一个延伸 正面来看小腿比大腿要粗壮的多 从侧面来看呢 内部也是做的极为饱满了 前脚掌和后脚跟是完全分离的一个结构 前部的这个脚趾呢 就像刚才提到的 不翻出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侧面来看呢 背包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车轮都有一定程度的收纳 继续翻转 背包包括小腿后侧面板的收纳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动性方面 换了可动脑袋之后呢 左右包括向上看都做得到 但是左右摇摆的时候可以看到啊 这个脖颈并不是在头雕的一个正中线 就有点诡异 手臂前后的转动 平举 这个范围是超级巨大 超过了一般平举的一个幅度 前后还有一定的活动范围 利用这个根部的连接杆 小臂的外摆内收曲肘 特别充分 因为它是使用了一个双动关节 手腕呢 可以自由的平转 手掌就是固定的一个形状 张开的形式 那么说到它武器呢 两个大枪 我觉得形状一般啊 比较霸气的是这个大砍刀 拿在手里特别的有架势啊 整个的一个握持紧实度 也是能够让人放心的 扛这个大刀啊 腰身平转 自然是做得到 大腿根部 前踢后踹 在外摆这使轮关节听得特别的带劲儿 那么膝盖这块呢 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 前脚掌和后脚根是完全分离的 可动性方面呢 也需要特别的把握一下 后脚根活动的幅度 就是比较有限了 人形状态下和官方V级别的擎天柱 身高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最近这个擎天柱 是我尺寸对比的一个标杆 连姿势都没变过 相合一的结构 智者战士的设定 是路上王的重要卖点 这款赤骑士 怀旧复古的味道很浓重 但由于整体结构 和上一款蛮牛非常近似 所以并没有什么惊喜 只能说是离最终的组合 又进一步吧 很明显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合体